我们都知道 古代的封建社会 教导人们要忠君爱国 教育人们三纲五常 尤其是皇帝 不仅是身份尊贵 而且对于皇帝的命令 也都得是坚决服从的 不然就会被认为是抗旨不尊 不过有些时候总是会出现例外 比如某一个将军想要造反 手里有兵权也有兵力 这个时候 他手里的那些士兵 就会跟着他一起造反 为什么士兵这个时候 不听皇帝的话 却要跟着将军一起造反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未及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关于古代将军造反的话题 将军谋朝篡位需要准备什么 除了资金的支持以外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实际的把握 假如是在一个比较和平 没有战乱的盛事 除非你有着不可匹敌的军队数量 否则万万不可轻举妄动的 此时动手 很多都会被镇压被剿灭 所以呢 很多将军会趁着国家战事连连 国家动荡不安 和百姓民不聊生的时候进行谋反 这种情况下一旦手中拥有重兵 谋朝篡位的机会基本上很大 把握时机以外 首要的目的是在朝廷中找到靠山 扎稳自己的政治团队 这样很多朝廷的内部情况 基本上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自古以来想要兵变的神下 一般背后都有大的靠山 像太子啊 皇后啊 再或者就是当今皇上的弟弟之类的 就像唐王李世民的时代 侯军级隐忍了那么久 就是为了一场谋权篡位的兵变 只要能够隐忍 好犯不怕晚 谋朝篡位的机会 基本上稳稳的胜算 但凡真想造反的主 没有一个大张旗鼓的说 要除掉皇帝的 都得多少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反正就是 我要扛着你的牌子 理直气壮地去砸你的饭碗 在古代 将军手握兵权 乃是世间权力中最为锋利的一种 尤其是当其执掌重兵 又对皇帝并无忠心之时 自然也会权衡 自己是否也捞过皇帝位子坐坐 九五之尊 至高无上的权力 对有野心的将军来说 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能够手握重兵的将军 大多是极具军事才能的人 必定是身经百战 在军中威势极重 而感动起兵造反念头的将军 对手下的军队 自然是极有把控力 将军造反一事 自然不是脑门一热就决定造反的 必定是经过了长期的深思熟虑 并且与手下心腹有缜密的谋划 对于军队中的士兵 是否会追随 肯定是已经心中了然 否则登高一呼 决意造反时 却发现无人追随 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为何士兵会不听命于皇帝 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古代 军权虽说是最大的 但拥有军权的皇帝 却对拥有兵权的将军十分忌惮 英明典的话 估计只是心中警惕 但疑心比较重的皇帝 说不好就会找个理由 把功高盖主 军权在握的将军处决了 在中国的历史上 君王猜忌武将的事情并不罕见 甚至有不少将军 就是因为军权丧命的 比如汉初的韩信 不就因此而丧命吗 还有北宋名将岳飞 虽说是被秦桧等奸臣害的 但说到底 还是皇帝心中有了计较 认为岳飞功高盖主 所以顺水推舟 把岳飞除掉了 很多人看到这些历史 心里多半会大骂皇帝是昏君 谁忠谁兼分不清 伤害功成名将 但我们从皇帝那一边来想 其实他们的担忧 也并不是没有缘由的 如前文所说 皇帝之所以会对 手握兵权的将军心生忌惮 主要还是因为 军队大多是听令于将 而非听令于军 将军若真有二亲 皇帝很有可能就换人了 对于普通的小兵来说 他们并非为国而战 也并非为军而战 而是为自己而战 简单的来说 就是为了混饭吃 谁给吃饭发军饷 他们就为谁卖命 除了皇帝自己手中 掌握的兵将之外 大部分的兵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皇帝一次 说是效忠皇帝 那也不过是喊句口号罢了 反倒是他们上面的将领 整日与他们共同训练 同吃同住 不仅见得多 而且还是直接管他们饭 给他们发军饷的人 所以时间久了 谁在军中更有威信 就一目了然了 士兵们对将军有了极高的认同感后 对皇帝的忠诚就没多少了 所以将军要是真想造反 虽不能说所有人都会跟从 但大部分人都还是会听令的 再者说 绝大多数的将军造反 都不会直接说自己要造反的 因为在古代人心目中 中军中国是主流思想 谁要是想造反 那绝对是大逆不道的 但若换个说法 比如说要为皇帝诛灭奸臣 或者因昏君无能要匡扶设计 当将军站在大义这边的时候 底下的士兵也就不会多想了 当然 有的时候上面要造反 也根本不会跟士兵说清楚原因 反正士兵都是听令行动 上级哪有义务为他们打义解惑呢 所以说 古代皇帝大多多疑也是有原因的 身处高位 时刻担心有谋逆者夺他的皇位 为了保住皇位 自然是宁可错伤也不放过一个 在电视剧中 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情况 当将军或者王爷 想要造反的时候 士兵都会跟着一起造反 可是古代实行的是封建君主专制 皇帝是至高无上的 普天之下所有人民 不管是什么身份 都要听从于皇上的命令 那么为何 将军王爷造反 士兵都会跟着叛变呢 第一种是皇上是暴君 浑庸无能 只懂得享受 不管百姓的生活艰难 对于这种失民心的皇帝 很多将军大臣都不认可 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商咒王 史学中记载 商咒王沉迷美色 重行厚脸 还经常任意发动战争 让老百姓们民不聊生 最终众叛亲离被讨伐 对于这种造反 士兵们是喜闻乐见的 因为这种是民心所致 也是为了顺势而为 雍庚瑶作死惹怒雍正 雍正王朝电视剧当中 有这么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 当时 年庚瑶带着一群亲卫回京 大热天 皇帝让这群人卸甲凉快凉快 结果所有人非但没有听从 反而齐刷刷的看着年庚瑶 请示可否 这座大厅里 早就为皇上摆上了冰盆 可是雍正向下边一看 近来的将军们却正是穿着牛皮铠甲 一个个热得大汗淋漓 他笑了笑说 今年天热得早了些 想不到你们还穿得这样厚重 真是辛苦了 都宽衣卸了甲吧 卸万岁 话虽然说了 可是他们却没有一个人敢卸甲宽衣 雍正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自顾自地继续说 比利塔 还有兵没有 你拿些来赏给他们 诶 朕不是已经说过了 让你们都卸甲休息 你们难道没有听明白吗 宽宽衣 凉快一下嘛 重兵将还是不作声地站在那里 一向说一不二的雍正皇上惊住了 他万万没想到会受到这样的冷遇 他的脸色刷得就黑下来了 皇上今天真是开了眼界 有一句话常挂在他的嘴边 朕的话从来是只说一遍的 可是他让士兵们卸甲休息 竟然连说了两遍都没人听从 他当时就想发火 可还是忍住了 只是向年大将军投过去一个询问的言神 年庚摇开言了 哦 即使万岁有止 你们可以去掉甲咒 凉快一下了 大将军一声令下 重将这才扎地答应一声 三下五除二地把甲咒卸掉 一个个只穿单衣 露出了胸前健壮的肌肉 还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温丝不动 这可就把雍正给伤着了 吃着朕的军粮 拿着朕的军饷 可在这群我大清的士兵们眼里 朕竟还比不上你年大将军 虽然这个段子里 雍正面子上挺不好看 但现实就是现实 你不可能指望一个士兵 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 能在千里迢迢之外的军营当中 时刻保持着忠于天子的坚定觉悟 士兵能不能每顿饭多加两块肉 能不能被少苛扣点响银 打仗的时候 能不能被安排到靠后点的位置 不当炮灰 打完仗后 论功行赏时 能不能多分点功劳 能不能在军队中少挨点处分 这一切的一切 别说是皇帝了 就算是将军 也不可能面面俱到 士兵的命运 其实掌控在管他们的 百夫长千夫长手上的 而既然士兵一辈子 都无法与大佬 构建利益上的关联 那士兵自然就只能 与自己的顶头上司 比如与百夫长挂钩 构建利益和情感上的羁绊了 所以当将军要谋反时 士兵当然就只会看 管自己的百夫长是什么态度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